今天的经文是诗篇十六章 神啊 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论到世上的圣民 他们又善又美 是我最喜悦的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愁苦必加增 他们所浇垫的血我不献上 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 你为我持守 用绳粮给我的地界 坐落在加美之处 我的产业实在美好 我必称颂那只叫我的耶和华 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 我将耶和华长排在我的面前 因他在我的右边 我便不置摇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 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 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 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以上是神的话语 我们一起祷告好吗 天父我们特别把主你的话 向你交托 求主你打开 放在我们的心里 让我们能够明白 也让我们能够按照主你的话去行 我们求主带领这个时间 光照我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一求 阿们 我想考考大家 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哇 你们真棒 做主门徒 活出主 那么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单单是口头上说 要做主门徒 而且呢 要我们在生命里边 真的能够彰显出主的爱来 这个是我们的今年的目标 那么今年的目标呢 我们会分 每一个季度有一个分题 所以呢我们在第一个季度呢 我们就讲到说 我们要认识神的爱 我们要经历神的爱 我们还要回应神的爱 意思就是说 在我们的生命里边 我们只有充满了神的爱 我们怎么样 才能够活出神的爱来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边 没有神的爱 我们也没有办法 能够活出神的爱 所以我们在 活出主爱这个主题里边呢 那我们首先 要认识神的爱 然后呢 我们在生命里边 要经历神的爱 然后我们用这样的爱 去爱神 用这样的爱 再去爱弟兄姊妹 用这样的爱 去爱我们身边的人 好不好 我们这一年下来呢 希望我们生命里边 能够越来越有神的爱 在我们当中 好 昨天 一个婚礼 昨天我主持一个婚礼 不是我们国语堂的 是英文堂的 他叫Jane Choi 你们认识他吗 不太认识 他是我们宣教部的负责人 每次到宣教的时候 都是他在负责 那么 因为英文堂的牧师呢 他就病了 所以我要帮他来做英文堂的 帮这个姊妹来证婚 然后我们一起有吃午饭 吃午饭的时候呢 这个 我跟师母 还有Joe 阿Pat 我们坐在一起 我就跟 阿Pat就聊起来 这个 我说 啊 你的女儿这么乖 你是怎么样 把她培养起来的 这个 他就跟我 讲讲他的那个 介绍他的经验 他说都不容易的 那个 实际上呢 他说最重要的是 陪着孩子来经历神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 就是陪着孩子来经历神 而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 他一定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一定会遇到很多的麻烦 甚至还有反叛 那么这个时候 你不能够只是逼着他说 你读经 你祷告 你来教会 其实呢 这个对孩子来讲 没有太多的帮助 他说 你在他的生活里边 在他有困难的时候 你跟他一起来祷告 关心他 那后来神 把他的困难解决了 他的信心就成长了 然后再遇到困难 你再跟他一起祷告 他又经历了 然后又走过来了 这样他的信心呢 就是真实的信心 而不是只是头脑里的信心 不是只是一个 怎么样讲呢 宗教仪式的信心 而是他真诚的信靠主的信心 我听了以后我觉得我很感动 我说Penny 做我们现在年轻夫妇的导师就对了 那么可以把你的经验呢 来介绍给我们年轻的这些的夫妇 那么他们的孩子刚刚出生了 那怎么样带领这些孩子 将来都可以认识神呢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都听到这个诀窍 希望你们也真的照着去做 就是陪着他们一起来经历神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呢 我最近也跟一些同工谈起来 谈到我们国语堂的成长 就是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样 来让弟兄姊妹 再能够上一层楼呢 就是我们的生命 怎么样能够有一个突破呢 那实际上 我们讲到说呢 我们要在生活里边 真的要更多地来经历神 更多来经历神 所以我们继续地要在圣经的真理里面扎根 这个是我们要做的 要继续地扎根 那么第二呢就是 我们把圣经的真理 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怎么样呢 能够活出来 活出来 那我们需要学习真正地来信靠神 我们需要学习真正地来信靠神 所以今天呢 我们会看这一篇的诗篇 那么这篇诗篇呢 是大卫的金诗 这篇诗篇呢 我从小我妈妈教我背 所以我从小已经非常非常熟悉 这篇的诗篇 我也非常地喜欢这篇的诗篇 真的是非常美的一篇的诗篇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所以我们看到 大卫他说 神啊 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所以我们怎么样可以经历神呢 原来我们经历神的秘诀在哪里呢 是我们要投靠神 投靠神 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呢 却表达了我们跟神的一个的关系 大卫是以色列人的王 大家都知道 他是以色列人历史里边 最厉害的王 最棒的王 大家都觉得 哇 一提起大卫来 大家都肃然起敬 但是呢 他却知道他自己 他的王位不是他自己抢来的 是神拣选的 神按利的 记不记得 撒末尔去耶稀的家里边 然后去选王的时候呢 他的所有儿子都站在那里 然后就选 是不是这个 这个 这个 都不是 原来呢 没人看得上大卫 那个时候大卫去放羊了 连他爸爸也不觉得 他将来能够做王的 但是呢 神就拣选他 所以他知道 他的生命 是神所拣选的 他靠自己 也没有办法 能够好好的 管理以色列的国 所以他怎么样呢 选择了 投靠神 他觉得 我只有投靠神了 我的生命才有意义 我才能够完成神 托付给我的使命 那么 什么是投靠神呢 在大卫的年代呢 一个小国啊 要投靠一个大国 来得到那个大国的保护 当时的以色列国 在当时来讲呢 是不是一个大国 它是一个小国 所以呢 当时像它这样的小国呢 都应该选一个国来去投靠的 所以它周围的小国呢 都会投靠不同的大国 来做他们的依靠 那么 其实在中国也有这样 对不对 这个中国 那些小国怎么样 向大国进贡 这个每年的要进贡 进贡以后呢 大国就保护这个小国 那有的时候 那个小国怎么样呢 他说我造反了 我不进贡了 然后那个大国就 就打他 这样子 这个是历史 很多的历史 但是呢 我们看投靠的意思就是 你去投靠一个 比你更厉害的 当时以色列是小国 大卫也可以选择一个大国去投靠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他说什么 他说我不投靠任何的人的实力 怎么样 他说我投靠的是我的神 所以他说 神啊 求你保佑我 因为我投靠你 对我们来说 什么是投靠呢 我们投靠神 就是把我们的生命 完全地交给神 让神来管理 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不害怕 我们相信神必会带领我们 这样呢 我们在生命里边 就可以经历神 那我们如何能够投靠神呢 我们就看到 这篇诗篇呢 大卫告诉我们 有几件事 表明我们 是怎么样来投靠神的 第一件呢 他说我的心啊 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那么所以投靠神 第一点呢 就是以神 为我的主 让神做我们生命的主宰 也就是说 我们投靠神学习的第一个功课是什么呢 就是学习要顺服神 对不对 这个我们 在 我们都应该都有工作 有些事 有些事你是老板 不知道怎么办 但是呢 如果你是 为人家打工呢 你就比较明白这件事 就是 老板叫你做什么 应该怎么样 你就应该 去做什么 他 他叫你 给你个任务 你就要好好的把它去完成 你不能说 哎呀 老板你都乱来的 给我来 这个指挥算了 那个不行的 因为呢 你在那个公司里面打工 你是投靠那个公司 所以那公司的老板呢 就可以来指挥你 所以做主呢 这是一个 让神做我们的主 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功课 我们 对神的态度也常常 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呢 我们去指挥神 要神来做 我们想要做的事 对不对 神啊 你做这个事吧 神啊 你做那个事吧 帮我做这个事 帮我做那个事 但是呢 当大卫说 你是我的主的时候 他是把自己 完全地降服下来 来称神为他的主 他做王啊 大卫做王啊 你想一想 大卫做王的时候 可以说 所有人都 好像称他为主 那个时候的皇帝 哇 这个真的是高高在上的 这个 你看电视剧 看那些皇帝呢 那个大臣再厉害 都要跪在面前 这个 来 来顺服他 所以呢 当大卫说 你是我的主的时候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要完全地来 顺服主 在这里有一个误会 就是 我的好处 不在你以外 好处是什么 好处就好像 得到一些好处 我要得到一些什么东西 但这里呢 实际上 不是 得到好处 那个好处 本来的 原来的意思是 良善的意思 原来呢 在这里说 你是我的主 除你以外 没有良善 明白这个意思 所以 这个 好像那个 在新约圣经里边 那个 那个年轻的官 问耶稣 良善的夫子 我做什么 才可以得到永生呢 耶稣怎么回答 说 除了神以外 没有良善的 其实就是这句话 这个不是我的好处 是 除了你以外 没有良善 所以意思 他说 主啊 你是我的主 因为我承认 你才是 最良善的那一位 可以吗 所以我们在这里 明白了 大魏的心 他是 愿意顺服主 而且 他愿意 来承认 神的良善 他也愿意 成为 神所喜悦的人 所以我们 当我们 认识主 想要经历主的时候 我们学习的 第一个功课 就是 以神 为我们的主 然后我们 顺服他 而且 我们顺服的 这位主 他是那一位 最良善的主 其他的小国 投靠那些的大国 那些大国 不是良善的 在今天 你看 也是 很多的小国 投靠大国 有人投靠美国 有人投靠俄罗斯 有人投靠中国 等等 但是呢 常常 小国就被大国玩弄 对不对 大国为了自己的利益 就把小国的利益 都不要了 但是 在这里 我们看到 大卫说 神啊 你是那位良善的 你不会不管我的 我的生命 可以很放心的 完全的 交投给你 今天我们 对神的信心 就是应当有这样子单纯的信心 我们相信 不论世界发生任何的事情 神还是那一位良善的神 他永远不会改变 可以吗 好 我们来看 如何地来投靠神的第二点 就是 做神 圣洁的子民 在这里说 论到世界上的圣民 他们又美又善 是我最喜悦的 在这里呢 这个圣民 是指的那些 愿意按着神的心意 去生活的人 是被神所看中的人 那大卫说 哎呀 我心里好羡慕他们啊 这样的人 太棒了 弟兄姊妹 你们心里有没有羡慕 那些 特别爱主的人呢 有啊 我自己也是 我特别羡慕那些 特别心里单纯爱主的人 原来在我们的心里面呢 太多的杂念了 太多的 这个 什么东西来影响我们的信心 如果真的一个人 他能够单单纯纯地 去信靠主 把所有的杂念都抛开 完全地信靠主 哇 这样的人 真的是非常美 所以说他们又美又善 所以他说 这样的人 是我最羡慕的 所以我想弟兄姊妹 我们心中 应当羡慕什么 有人羡慕李嘉诚 说因为他很多钱 有人羡慕习近平 因为他位子很高 但是呢 大卫说这些人我都不羡慕 他说 我羡慕的是圣民 因为他们又美又善 其实 在物质上 我们不一定非要这么丰富 在地位上 我们也不一定非要出人头地 但是呢 我觉得 如果我们成为神所喜悦的人 成为神所爱的人 这个词又美又善 对不对 所以我们都盼望我们能够羡慕这样的生命 这个又美又善 不是你有好像多属灵 做我们叫做super christian 就是超属灵的人 不是这样子的 这个又美又善 是在你的生命里边活出来的 那么是在你跟你的家人 怎么样相处 跟你的孩子怎么样相处 跟我们弟兄姊妹怎么样相处 这样子的时候 别人喜欢你 爱你 孩子们尊重你 说哎呀 我的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 这个 那么 当然你不是惯她 惯出来的 你是最好的妈妈 而是 你的整个的生命 影响她的生命 那么下一代的生命 看到你的生命 羡慕你的生命 她也愿意成为 你这样子的人 所以做世界上的圣民 上个礼拜天 我们有一个短宣分享 那么 马月姊妹呢 就跟我们分享了 卢轩教室 还记得吗 那个卢轩教室 我们去接触她 我们 最让我们感动的是 她下面有一般的 柬埔寨的童工 这些柬埔寨的童工 不是她 从哪里找来的 是她 在他们小的时候 还是孤儿的时候 就把她带到身边 然后把他们养大 这个 所以 在他们每一个柬埔寨的童工身上 她都花了 很多的心血 在他们身上 然后 现在成为她的童工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 这些柬埔寨的童工 他们受到 这位宣教士的影响 所以他们 羡慕这位 宣教士的生命 他们自己 也想要成为 有这样生命的基督徒 马月姊妹 跟我们分享 这个宣教士的时候 讲到她还有一个妹妹 但是她的妹妹 被主接走了 但是呢 我到那里 听到的 这个 人家给我讲的故事 说她的妹妹的生命 也是非常好的生命 她的这些的童工 实际上 是她的妹妹 在他们身上 也花了很多的心血 所以你想想 这是 原来当我们有好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是可以影响 身边的人的 我们盼望 我们都成为圣民 又美 又善 然后我们生命 也可以去影响 其他人的生命 所以我们 我很喜欢柬埔寨这个教会 就是 我真的盼望 这个宣教士的生命 影响了 柬埔寨的童工 柬埔寨这些童工的生命 再去影响 其他的柬埔寨的弟兄姊妹的生命 这样 他们所建立的教会 就是 又美 又善的教会了 我们投靠神 第三件很重要的事情呢 就是 要专心地 投靠神 所以呢 大卫说 我不会 再去拜别的神了 因为我们的神 他是 独一的 真神 他说 别神的名号 我连提 我都不提 因为 我认定了 这位神 就是我的神 他是 独一的 真神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在生活里边 对神的态度 是三心两意的话 会怎么样呢 他说 他们的愁苦 必加增 原来 我们生命里边 很多的苦处 都是因为 我们没有 专心地 爱我们的神 我们对神 太过的 怎么样呢 不够认真 马马虎虎 轻描淡写 不冷不热 对不对 所以 一有点什么事 所有的事 都排在神的前面 一有点事 就影响你 跟神的关系 所以 到底 我们 有没有 用别的神 来代替耶和 你说没有啊 我从来没有 拜过偶像啊 但是我告诉你 可能你心里边 有很多的东西 的位置 比神 要高得多 为什么呢 一有考验就来了 到底 你选择什么 其实就是 你里边的 价值观是什么 世界观是什么 你选 你觉得更重要的 到底是什么 以别神 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 必加增 你发现 有一些弟兄姊妹 他们信主很多年了 每天活在 劳苦 愁烦里面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他们没有 真的 把神 放在 生命的 第一位 有太多 自己的东西 来代替了神 我们 专心地 投靠神 我们的生命 才会 有满足 所以呢 投靠神 就是以 追求神 为 我的 满足 所以说 耶和华 是 我的 产业 耶和华 是我的 产业 是什么意思 弟兄姊妹 你们有没有 产业 都有 对不对 差不多 每个人都有 产业 那个 你们没有产业的 你们的父母也 很快 会帮你们 治一个产业 那 你的产业是什么呢 很快你结婚了孩子 那个孩子也是你的产业 对不对 圣经说 我们的孩子 都是 我们的产业 所以今天呢 我们特别想 要为自己 来建造 多一点的产业 但是 大卫怎么说 大卫说 耶和华 是我的产业 就是 神本身 就是 我的产业 原来呢 在 今天啊 我们的信仰 投靠神 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态度呢 就是 我追求 这个地上的产业 然后 让神来帮助我 是不是我们都是这样 这个 不管是 房子也好 孩子也好 在我们生命里边 都站在很高的地位的时候 我们信靠神 就说 神啊 你帮助我 神啊 你帮助我 所以 神 变成了 我们的 一个 怎么样讲呢 就是 只是 帮助 我们 解决我们困难的人 但是 我们的信仰 不应该是这样子 在这里说什么 耶和华 是我的 产业 所以 也就是说 我们 以 神 要代替 所有的 物质 孩子 他才是我们 最 宝贵的 我们应当 以神 为我们的满足 有了神 神 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都是美好的 没有神 就算你有了 也还是痛苦 我再讲一次 这个 我觉得你们今天 应该记住这句话 就是 有了神 神 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 都是美好的 没有神 你自己抓来的东西 很多都是痛苦 同意吗 同意 物质丰富 不一定是好事情 我就 看过太多的例子 夫妻两个人 一起同心打拼 当有钱了的时候 那个老公呢 就说 哎呀 这个糟糠 这个 我去找另外一个 年轻点的吧 没钱的时候 两人打拼 有钱的时候 就嫌弃对方 对不对 所以物质 并不一定 是 祝福 只有 当我们 以神 为我们满足的时候 神所赐给我们的 那 才是祝福 那才是 真正的祝福 好 我们现在来看看 我们投靠神 有什么福气 投靠神的第一个福气呢 就是 神会 指教 我们 我们投靠神 神就要 塑造我们的生命 这个是神的 心意 他要把我们 塑造成 神的样子 所以呢 那我们投靠神的时候呢 神就会 来 指示我们 教导我们 今天我们信了主 有圣灵 住在我们心里 所以呢 神也用各种的方法 来教导我们 你今天来了 主日崇拜 那么 牧师在这里 跟你分享 圣经的话 其实 也是神 通过牧师的口 来教导我们 然后我们 崇拜以后 我们有查经班 我们的组长 带着我们一起 学习圣经 神就通过 学习圣经 来教导我们 但是 还有一个 教导的地方 就是 在夜间 神在夜间 怎么教导我们呢 就是做梦 记得 上个礼拜 袁传道 跟我们 分享的 诗篇第一篇 这个 唯喜爱 耶和华的律法 怎么样呢 昼夜思想 这人 变为有福 原来呢 当我们真的 喜爱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在晚上 也 常常的 来思想 你有没有 常常思想神的话 我们 我们鼓励弟兄姊妹 灵修 灵修 灵修呢 有人说 我把今天的圣经 读完了 我完成任务了 弟兄姊妹 这个 谢谢你 你还挺听话的 我觉得呢 这已经不错了 在我们教会里边 我觉得只有三分之一的人 每天真的有 好好读圣经 那另外三分之二 你在干嘛呢 连读都不读的话 你怎么样 让神来指教你呢 但是 我们只是读了 没去思想 还是不够的 要昼夜思想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真的读了 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应当 好好地去想 我自己也觉得 灵修 读圣经的那一部分 只是一个开始 然后你读完了 你就再 每天 再去思想 那我们 弟兄姊妹妹 每天在思想什么呢 有人思想怎么赚钱 有人思想怎么交女朋友 有人思想怎么教养孩子 有人思想很多不好的事情 有人每天被 手机 所占满了 但是呢 在这里 圣经要我们怎么样 好好地去 思想 神的话 真的 我们常常思想 神的话的时候 你整个的精神面貌 都不一样了 你不会太容易被罪恶的东西 所困扰了 那么接下来呢 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投靠神的时候 神会保守我们 今天有太多的 太多的诱惑 在我们生命里面 各种各样的诱惑 你说我要好好爱主 当你立志爱主的时候 你发现什么 就 那个诱惑就来了 这样的诱惑 那样的诱惑 就让你 不能够好好爱主 所以呢 我们 求主来保守我们的信心 就算是我们软弱了 我们也求主 及时地帮我们 把我们拉出来 而不会 陷得太深 所以呢 在这里我们 对神有一个信心 就是 我们已经信靠主的人 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 当神拣选我们的时候呢 他会保守我们 他会保守我们的时候 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 你远离神的时候 神总是千方百计的 把你拉回来 所以 如果牧师打电话给你 说 某某某 你好久没来教会了 你不要介意 这个 这个也是神通过牧师 要把你给 拉回来 那 好了 第三件事 就是呢 当我们投靠神的时候 我们心中会充满着喜乐 而因此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 也安然居住 所以 今天啊 我们 为什么会追求 物质的东西呢 就是 我们希望 这些物质 可以给我们 带来快乐 这些物质 可以给我们 带来安全感 那 但是呢 我们发现 你真的有 这些物质的时候 你并不一定快乐 你有物质的时候 你也不一定 有安全感 那么 真正的 平安喜乐 真正的安全感 从哪里来啊 是从神而来 大卫说 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弟兄姊妹 你们信主之后 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 心欢喜 灵快乐 我真的盼望你有 如果你信了主之后呢 每天还是愁眉苦脸 每天还是很多的重担 一点都没有喜乐的时候呢 你的信仰一定出了某些的问题 所以呢 我们 这个是一个 我们信仰的一个衡量的标准 我们再热心地去服侍 但是在我们心里 没有平安喜乐 你要赶快地 回到神那里 说 主啊 我可能出了问题 求你帮助我 如果你 到现在 心中还没有平安喜乐的话 这样好不好 你来找我吧 我跟你好好聊聊 我帮你看看病 看看我们的信仰到底出问题 出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心里到现在还没有平安喜乐呢 因为 如果我们信了主 还是活在 劳苦 愁房里边 实在是 有问题 所以 求主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 信主以后 我们的生命 完全地改变 我们能够活出一个 快乐的 喜乐的人生来 好 接下来 我相信我们都很 有这样的盼望 就是呢 当我们投靠神的时候 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这里说 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 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 见朽坏 你们读这句话 熟不熟啊 有点熟 对不对 你们知道这句话 他是谁讲过吗 后来 在新约圣经里面 谁用过这句话吗 这是彼得 彼得呢 在五旬节 讲道的时候 那么 他要证明 耶稣基督 就是那一位 神所预备的弥赛亚 然后呢 他就用了 这一句话 来说 原来耶稣基督 他是真的 从死里复活了 原来我们今天的生命 不只是活在这个世界 如果我们信了主 我们只看中 这个世界的事情的时候 那你的信仰 那你的信仰还是 有问题 我们的信仰 是告诉我们 我们不单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是从今天开始 是有一个 永生的生命 这个永生的生命 是一直从今天 一直到 永远的 当彼得 引用这段经文 为基督做见证的时候 你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事情吗 有三千人 悔改 归向主 所以今天我们 因着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复活 我们不再惧怕死亡了 因为主耶稣基督 赐给我们永生 好 最后了 我们信靠主 那么我们在主里就有 真正的满足 这里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什么 满足的喜乐 在你拥有时候 有永远的福乐 这句话多好 有满足的喜乐 有永远的福乐 这两件事讲到 一个愿意投靠神的人 两个跟世界不同的事情 今天的世界 想要追求物质得到满足 结果怎么样 永远没有满足 你发现那些贪官 贪了多少钱 它还是不满足 还要再贪 因为物质根本没有办法 满足人的心 而且呢 这些东西不会到永远 是不是 都是暂时的 你看 有些很有钱的人 后来被双规了 什么叫做双规呢 双规就是它什么东西都没了 就是双规了 那 在这里 我们看 只有神 真正的可以给我们满足 只有在神里面的福气 是能够到永远的 弟兄姊妹 这是一条正路 这是一条光明的路 我们什么叫做信主呢 我们信主就是选择信靠神 选择投靠神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 想要有真正的满足 我们今天想要有永远的福乐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一件事 就是投靠我们的神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在天父我们谢谢你 因为你是这么爱我们 为我们的生命 付上了代价 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 赐给我们一条永生的路 这是一条充满了祝福的路 我们在主你里边 能够得到满足的喜乐 我们在主你里边 能够得到永远的福乐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的心 真正的归向主 让我们说 我们心 你要投靠耶和华 愿主带领我们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赔金 领 领